杰西 这个妈妈在你成长的过程中 干涉你的事多吗 比如说你要跟小朋友去玩 你妈妈会跟着一块去吗 我从来不跟的 如果你谈女朋友 你会给妈妈讲吗 你会请妈妈帮你把把关吗 不会 这个不会 这不会啊 假如说他找了一个女孩子 是你不喜欢的类型 你会说吗 她这个会告诉我 这个我觉得不难行 你还换一个吗 我就说了 我说你我们都是过来人 最起码我能帮你把把关吗 她说哎呀 她就不愿意告诉我 那有的时候我说你带来我看 我请你们俩吃个饭呀 她会带来 带来我会觉得跟她说 这个好这个不好 她不会听我的 我知道这个 就像我小时候 又谈恋爱 我妈要说得多 我肯定也就 还是自己有一套 但是我觉得她还算是比较的 她懂得怎么去看一个人 这个她能有考虑的 我一般就是遇到什么事啊 或者接触人的时候 我一般都喜欢就是 通过自己的这种思维去判断 我儿子挺善良的 就是有的时候 我跟她距离远嘛 我在中国 她在加拿大多伦多 我有时候给她发短信 我说你看你啊 那个你这些女朋友 这也不帮你干点活 或者都是你自己 你要耽误学习怎么怎么 我有时候会写在她的那个 微信上面 可能她的朋友都看见了 她也不好意思跟我说 会造成他们之间的 不高兴吵了或者什么 就是她走了之后 我就说我说妈 你这发这短信她看见我 她会说你看姐 以后发短信能不能注意一点 什么都说 不说呢 知道她会看你短信啊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也特别希望呢 云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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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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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